欢喜信药不生疑惑 这两句话很重要 这是 即生念必生怨中 至心信药 一致呈现运生不过 这是阿弥陀佛的本愿 所以我们能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五句 我们说这四句 这个四句就非常重要 如果我们有 那我们就肯定我们这一生决定了 欢喜信药 不生疑惑 一致诚心 怨声其过 就这四句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现在有没有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最欢喜的事情是什么 受持无量受尽 至迟名好 如果是我们一生当中最欢喜的事情 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时候 一丝毫疑惑 相信 这个要是爱好 信药 不是信路 乐是快乐 这个地方当东思讲 爱好 我相信 我爱好 那有有 然后以真诚到极处的心 这个志诚就是真诚到极处 略生其过 求生幸福 你就决定了 这个话 欧耶大师说的 不是我说的 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节》里面讲 贤人 就是念佛的人 能不能往生净土 决定在信愿之有 说得好 一有真心 有切愿 你看 欢喜信药 他有信 他有怨 怨生其过 这就决定的神了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这是我们第一桩大事 什么大事 这一生做福去了 头等大事 不再搞轮回了 我们是不是这个心 是不是这个意 如果是这个心 是这个意 我相信你古人讲的这句话 心啊 理得 你一定心啊 为什么 这理明白了 道个头来 理得到了 你心一定难 心啊 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心呢 这世间灾难与你不相干 大家有灾难 你们有灾难 为什么呢 你已经取得西方极乐世界了 灾难如果现前 你非常欢喜到极乐世界去了 请一面 我们学得很多 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念头一动 阿弥陀佛就知道了 什么时候去 什么时候就在见 感应到叫不可思议 所以 欢喜信要不生以后 一致呈现 愿生其苦 这十六个字 是我们能不能往生的关键 那如果居足 那这四句就是保证术 你说多重要 这就是观经里面的至尘心 与回向发愿心 这是讲菩提心 菩提心的体 自受用神性 他受用的 是回向发愿心 与观经的 这个菩提心相应 且三倍往生 行 三倍往生 度数 当发无上菩提心 世故 经营数日 然此三倍 人未遂数 求生 尽度的人 善根 福德因缘 不一样 千差万别 王生 西方 极乐世界 三倍九平 也不一样 这个平位 不相同 至于王生 齐虚 发心 求大破体 专念 彼佛 回向发愿 方德往生 这是完全相同 这是我们 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真正相往生 一定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是什么 就是欧阳大使 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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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怀疑 真怨 你就能真放下 放下 缩破世界 连连统统 点点 跌地 全放下 不再感谢了 大臣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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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